不需要補充差格 就可以容許居屋或資助出售房屋 那些業主就可以分租出去 對象應該是在輪候中 公屋輪候賊的家庭 我很樂意參加這個計劃 因為我兒子一向都不想我和他一起住 我阻止他媽媽的年輕人 有女朋友 其實房署每年都有統計 有多少人排了三名以上 如果連兩年都計算 我相信差不多過十萬戶 我們現在計算的數 如果減了一房單位 購買那些補價的 都只有一萬五千個 預計是幾千個單位 輪候賊的家庭 收入都是比較上 亦都是低一些 租金都不應該超過時速租金 如果我租的話 如果超過兩千元以上的那隻 我應該也租不起 我都是攀腳亭 我才會說 和別人一起住 最終我想像得到 其實價高借是可以的 可能有一個肯出二千元 有一個肯出二千元 他都租給幾個二千元 二千元和二千元 二千元和二千元 更好就是獨立單位 即可不可以一些宿舍 等等去做 我覺得會比現在更好